订阅姐妹新年快乐 很开心是新的一年 第一个主日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些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会继续《我是》这个港导系列 在这个系列当中 我们也从《药幸福音》看主耶稣 到底如何解释他的身份 有七个《我是》 《我是好木人》 《我是羊的门》 《世界的光》 我们看了很多 今天我们会看主耶稣在《药幸福音》十五章所记载的 《我就是葡萄薯》 我最近读了Dr.Louis Berry Schaefer的《系东神学》 他在其中一篇讲到救恩的时候 他说当一个人接受耶稣 即是当你信主那一刻 邀请耶稣做你的救主 在那一刻他说在你身上 同时和瞬间会有三十三件 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你身上发生 例如说包括什么呢 他的例子包括 当你信主那一刻 其实你已经从一个无产阶级 进化成一个有天国产业的阶级 不是中产 不是高产 是天国产业 永恒的产业 简称永产 从无产变成永产 因为世上其实无论你赚多少钱都是无产阶级的 因为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走 就是你空手离也空手离去 所以最近和一些人在中国大楼谈谈 在中国大楼 如果你买屋的话 地的权是七十年 地的权是七十年 那些人说其实差不多 很符合圣经的教导 你三十岁上楼七十年之后 你都一百岁了 反正你都带不走 不如贡献你给国家 这些人带不走 但是当你信主那一刻 神为你预备天国的产业 这个就是永恒的 所以你从无产阶级变成永产阶级 另一样东西改变就是 在你未算主之前 其实你和神是处于你活在神的愤怒之下 就是神怎么看你都不顺眼 神有很多的愤怒 看到你就觉得很不顺眼 但是信主那一刻开始 神的愤怒就不再在你身上了 因为神的愤怒是一次过 已经傾射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当祂看见你的时候 祂就不再有愤怒 而且祂对你有很多的阴点 有慈悲 我以前 我记得读中学的时候 在一间超市打工 我和老板的儿子 感情非常好 我们一起玩 我们两个也是高校 很平衡的 超市价钱也会乱订 特别订得比对面的店铺更高 很多客人来说 为什么你的超市货币 总比旁边的店铺更贵 我们两个就很坏 每一次有客人来说 我们就会不若而同地说 为什么你们买的东西这么贵 我们就会说 因为我们会服用你 在笑的脸上 这个就是我们的理由 当你看见神的时候 你怎样想象神呢 神是服用你 在笑的脸上 或者神经常看着你 很不满意 有时候我们记得初期和招牧师一起合作 服侍的时候 经常看到招牧师 走着眉头在办公室 走来走去 我们经常都会说 他是不是很不满意我们的事工 然后招牧师经常都解释 不是的 我皱眉头的时候不是不开心 纯粹是在思考思考 解释了就没事了 在想象神的时候 你是想神经常会很生气 就着眉头看着你 或者是笑的脸上 Dr. Shafer 说 当你信主之后 你不再活在神的愤怒之下 神是用微笑看着你 当然33宗有很多的改变 但问题是 Dr. Shafer 在这33宗改变的时候 他的文章前面有一个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的时候 他特别看了一件事 他说以下来 我说这33宗翻天覆地的改变 每一种 他用英文来说 是non-experiential 换句话说 这33宗改变 都是你今生在世的时候 你是感受不了 经历不了 你信主的时候 你说我受了一股 其实你是没有感觉 你不觉得突然有什么改变 所以这些是 其实是改变了 是事实上改变了 但这不是你经历到 不是你主观上 你是没有什么感觉 你也不觉得我突然很富有吗 除非你凭信心去领受 所以这是non-experiential 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部分 就属于experiential的部分 就是信主之后 一个人的生命 是否有些东西可以让你 经历到 看到摸到 可以吃到 然后让你很确定地知道 你真的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 那这个我就称之为 这个是生命的果子 果子结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 你摸到 你可以吃下去 然后你就很真实地知道 这个你事实有改变 那33页都很正 那33页属于是看不见 摸不到 经历不到 我们今天讲的是另外一部分 没有经历到的部分 经文是这样说的 在《样分》的15章第5节 那里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尚在我里面的 我也尚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来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第一个人跟大家分享 就先解释一下这个果子是什么 还有为什么这么重要 果子的重要 15章第8节 它说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 第一个 我们是能够透过结果子 来确认我们门徒的身份 因为你信主之后 你都不肯定自己是不是门徒 虽然它33页 翻天覆地的改变 经已发生 但是问题你感受不了 那么你怎样可以 真的确定地知道 我就是主的门徒呢 就是透过果子 当你生命结出果子的时候 你就100%确认了 你就知道 我应该就是主的门徒 第二个 就是唯有生命结出果子 才可以荣耀神 因为主耶稣说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所以神是将显祂的荣耀 就是透过你 跟我身上结出来的果子 祂就得了很大的荣耀 所以因此 这个都是神的心意 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的使命就要结出果子 然后可以荣耀到神 到底什么是果子呢 通常基督徒说到果子是分几种的 第一种称之为福音的果子 很多时候人们说 你有没有果子 有没有结果子 通常是说 你有没有传到福音 又或者是传方有没有果效 是不是真的带到人信主 每次带人信主 我们就说 你结出福音的果子 这是其中一种果子 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的果子 记载加一太书五章二十二十三节 圣灵所记的果子 人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些事都是没有法律禁止 所以两种不同的果子 今天我们这段圣经所说的果子 就是另外一种 是单指一种 因为你看看上下文 其实它是指在《样方》十五章十二节那里说的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主耶稣说这个就是我的命令 所以主耶稣说的是 你经常在我里面 你就结出果子 而这个果子就是你遵行我的命令 这个命令就是什么 彼此相爱 好像我爱你们一样 所以这段经文所说的果子 是单指一样 就是爱心的果子 就是你会有越来越多的爱 爱在你身上会有越来越大的power 关于爱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长的空间是很大的 我们没有什么爱 我们很少的 通常我们对人的爱是 如果跟你 通常都是从小 跟你很谈得迈 很friend 你就会多爱一些 然后跟你正见很不同 就不爱 希望你越来越成长的时候 越来越懂得去接纳一些很不同的人 但是这个空间永远都可以成长 我今天星期刚刚从芝加哥飞回来 其实我不是去玩的 是去参加一个conference conference的主题就是跨越 很多不同的讲员 有十个workshop的speaker 当然我是其中一个 但大会的讲员其实是挑战着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方面可以跨越的 其中一样跨越它就称为爱的跨越 就是说很多的宣教士都觉得华人 在宣教事功上 他需要跨越的 因为我们通常喜欢爱自己人的 我们去哪些宣教都是自己人的 去日本宣教就是找回日本的华人 去以色列宣教也是找回以色列的华人 无论去哪些宣教都是首先找华人的 我们只是觉得中国人有呼含的需要 其他人没有需要 所以他挑战是否可以跨越一步 爱其他不同种族的人 这是一个很高的级续 慢慢从跟你最友善的那些开始 不太友善的那些 然后跟你很不同的政见 然后慢慢越来越到一个级续 你懂得爱一些不同的民族的人 最近有个爸爸跟我说 他最近经常发生恶梦 常常梦见他的女儿交了一个印度的男朋友 一半夜的人敲门 一开门就说 Hey baby 然后立刻紮醒 然后整身冷汗 开始狂哭 我个宝贝女儿 我们玩的爱是很合宅的 我们很难夸越去爱一些 不同我们和一个种族的人 主耶稣说 你常在我里面 你就结出果子 这个果子指定是你爱的果子 爱是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 2019过了 不知道你回望 2019过了 你觉得 你爱心方面 有没有结出果子出来 是比2018多了 还是差不多 还是退步了 有些人会退步的 有时常常不在基督里 通常爱心就渐渐冷淡 然后每个人都看完不顺眼 这个不顺眼 那个不顺眼 这个觉得讨厌 那个讨厌 很猛烈 或者2019过年 你发觉 不是 我对人的接纳度多了 我以前很恨小组这个 那现在今天 不是 那个我顶得顺 开始 开始好感 这个就是 这些果子 能够很清楚 让你知道 你的灵命在进步 是在结果子 还是没有果子 这个是你摸得到 你感受到 你自己很清楚知道的 就是我今天 爱的果子 长出了多少 如果2019不满意 2020 我们重新再来说 我们定了一个目标 爱心的增长 是非常不同的 结果子的重要就是在这里 结果子的重要就是在这里 结果子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都顺便读完 没有在PowerPoint上 在样方十五章 主耶稣第二节 主耶稣说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好像很厉害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所以他说 如果你爱心结不出果子 主耶稣就说 凡属于我的 但又不结果子 就剪去 关于剪去是什么意思呢? 有两派不同的解释 第一派就是 他们现在叫什么? 鸣派 鸣派和甲派的解释 鸣派就是 中美贸易战 叫什么? 屠龙派 就是中国就是一条龙 屠龙 另一派叫什么? 拥抱熊猫派 就是中国就是一只熊猫 很有趣的 我先解释屠龙派的解释 屠龙派的解释 就是这段经文讲的剪去 这个意思就是 假如你是属于耶稣 你活在世上几年 主耶稣 会发现一粒果子都没有 那就直接把你带回天家 这个叫剪去的意思 就是 是不是很开心呢? 很快就返回天家 我最近都不知 很年轻 有些很严重的癌症 都不知发生什么事 至于屠龙派 都是这样解释 他们背后的理解就是 你活在世上的使命 应该是要结果子 如果你没有想过结果子 你只想享受生活 其实没有任何生活 比天家更享受 你在世上最高级的生活方式 比起天家的享受 都差得远 如果你只想享受生活 神说 快点回家算了 不要浪费时间 所以圖龙派 所以圣经是说 他们将你带回天家 《拥抱红猫派》 是怎样解释呢? 他当神说 结果子就剪去 原文是Cairo 寄师就是Leave up 英文 Leave up寄师 他就说 一个人种葡萄树的时候 你知道有些枝子 就垂在地上 被尘土遮住了 所以就结不到果 种葡萄树的人 通常就会在地上 将枝子Live up Live up 接着就吹下层 剩下干净 然后将它 挂在Trolley上 变成你可以被Live up 然后就可以继续结果子 所以这里是他们说 一个解释 应该是说 主耶稣对那些熟他 又不结果子的人 是特别会Live you up 特别会细心地照料你 让你有机会可以结果子 就好像主耶稣对那些 跟门徒一样 因为一样分 通常是主耶稣先做一些事情 然后再有个教导解释 在这段圣经 他教导之前 其实他上一次做的事情 就是上文 就是他为门徒洗脚 换句话说 其实门徒到了那个时刻 都结不出果子 到主耶稣上十架前 他们是没有任何的爱 他传分别人不听了神 所以他们是没有任何的爱 对这些没有结果子的人 主耶稣是什么 细心地照顾 帮他们洗脚 依然爱他们 让他们结出果子 至于你自己说 这段圣经应该是 你相信屠龙派 还是蛹捕虹猫派 你自己选择 那你自己选择 我只是让两派 都让你知道一下 我想花点时间 和大家分享 结果子的方式 经文是这样说的 第一个就是 经文已经说得很清楚 就是常在耶稣基督里面 才可以结出一些果子 《药文》十五章四节 他说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知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来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 就像知子雕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吊在火里烧了 结出果子的秘诀 就是常在主耶稣里面 常在我里面 这句话说的 是很天脈行空的一句话 但是主耶稣 其实很少教一些天脈行空的东西 因为他所教导的门徒 大部分没有读过书 所以主耶稣的教导 通常都很贴地 或者很简直 只不过有时我们不太明白圣经的用词 其实当古代近东用到这个词 你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其实他只是表达一种深厚的情感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换句话说 主耶稣在这里说的 其实就是 你要常常和我保持一个亲密良好的关系 这样你就能够结出果子 其实就是很简单 其实在说这个 你常在我里面的意思就是 你常常和我保持很亲密 很良好 很亲近的关系 保持好关系 这个就是你结出果子的秘诀 这样要明白 所以结果子本身不是命令 当主耶稣说 你要常在我里面 这人就结出果子 命令的词其实是常在我里面 结果子不是命令 结果子是你常在主耶稣里面 之后自然产生出来的一些变化 所以当我们定目标的时候 其实反而可能转一个方向 不是定说2020年我要更有爱心 去结多些果子 因为你自己是结不出果子 你没有办法自己对着一块镜 爱我太太多一点 做不到 做不到 有些事情做不到 这么多年都做不到 就转一个方向 有人问我 你今年有什么New Year Resolution 包不包他减肥 说不包 今年不包 终于学聪明 所以今年新年愿望 就不是减肥 是不要再肥 就行了 就是 expectation low一点 会开心一点 今年你灵命上 有什么 resolution 不是灵命长进 是灵命不要再差 就算了 跟去年一样 所以你不可以自己怎么努力 你连身边的人都爱不到 有时 因为主耶稣说得很清楚 你自己是结不出爱的果子 你没有这样的生命在你里面 你不如承认吧 你反而定了什么目标呢 就是2020年 我要常常和耶稣基督保持好关系 这个才是对的目标 这个你反而可能做得到 后面的果子 是因为你保持到关系 它自然就会生出来 所以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他里面 即人就多结果子 这个是神的promise 所以2020年 我们一起定的目标 就是今年 希望给去年 我和主的关系 又更经常有个好的关系 有个密切的关系 因此你从果子看得出 你和主的关系是如何 所以上年过了 你觉得应该没有果子 爱心方面没有果子 常常都觉得 我对人的关系越来越差 越来越看不惯这个 看不惯那个 对人的接纳度越来越低 你发觉可能 那个重点 不是你要改变什么做法 而是你重新回来检阅 你和主耶稣的关系 可能出了问题 所以你重新回来 比如说我和主上年的关系 是否常常在他里面 主耶稣之所以说 常常在他里面 意思就是 我们是常常不在他里面 否则就不用提理了 换句话说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和神的关系 是有时远有时近的 这个不是永远很近的 这个是很现实的 所以主耶稣才会说 你们结果子 多少是在乎于 你有多经常和我 保持密切的关系 因为有些时间 你是很远的 所以主耶稣也没有100% 你会在我那里面 但是最少你常常 你和我的关系越好 几率越大 你结果子就越多 所以这个是给我们最大的提醒 就是 如果一段时间 检出果子 回来检视生命 可能是你和主的关系出了问题 所以是回到那里去处理 那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常在 神的话语里面 十五章第七节 主耶稣说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有一个标准的 我的话也会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所以你怎么知道 你和主的关系很不好 就是看他的话 是不是经常在你里面 当你和一个人的关系 近的时候 你发觉他说的东西很影响你 你太太一句话就插线你死亡 你整个弹起 他的话是会对你产生反应的 陌生人跟你说话 通常很少插线你死亡 因为陌生 你说什么随便你 最亲近的人 随便一句 就可以你整个弹起 影响力是大 我和我的 mentor 关系近的时候 他的话经常会影响到我 有时做很多的 decision 某些和他沖茶聊天的时候 他的话就会出回来 有时要做 decision 如何做 你有什么原则 他经常有句话 那句话就出回来 就说 没有事不要找事 但有事也不怕事 那个原则就出来 你就记得 OK OK 我就用回这个态度 去面对这件事 就是没有事 我不会专门去找事 但事情来到 我也不怕去解决 你和一个人亲近 你发觉他的话会出现 所以你在人生活在世上 很多做 decision 日常生活的时候 你会否觉得 主耶稣的话 会常常在你里面 会 guiding你 做一些 decision 无论你的态度的改变 你生活应该怎么做 会常常提醒你 这个就是让你检测 到底我和主耶稣的关系 是否经常很接近呢 但如果你活在世上 如果没有神的话 在里面出现 可能你和主耶的关系 都很疏远 如果关系疏远 自然的话 影响不了你 所以大家都要花时间 去读神的话 今年我们有一个新的 plan 就是由2月开始 我们教育同工都在选 一个读经的计划 希望我们教会一起来读经 我都不想选一些很困难的 我想选一些 至少简单一些 例如说 又不想太急 一天塞很多章 所以我们定了高 都未必很高 我只是想 今年一起读完新药 也不错 就是一天读两章 就读完 我们月份一起开始 到时我们会推 希望小组都一起来 好好在神的话语用功 因为他的话语尝了你里面 你就和他的关系会更加深 第三样就是常在神的祷告里面 主耶稣刚刚也说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就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所愿意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保持与基督亲密的关系方式 其中一个就是祈祷 亲密的关系是透过互信建立的 互信是透过沟通建立 所以与神没有沟通 很难有亲密的关系 如果没有沟通 就不会有亲密的关系 所以祷告本身 就不是能够建立亲密关系 但是祷告蒙应允 本身是可以建立很多亲密的关系 我不知道大家做了基督徒多久 我认识的基督徒 做了十多年 没有一个祈祷被神蒙应聆听过 我觉得挺凄惨的 我鼓励大家不要让自己的祈祷停留 是一种很方式化的祈祷 方式化的祈祷 就很难会蒙神应运 如果你长期祈祷生活 是没有蒙神应运 即是蒙句垂听 其实祈祷生活是没有什么power 你站着站着都觉得没有什么motivation 好像永远都是对空气说话 因为没有什么回应 所以我也鼓励小祖的祈祷可以认真一点 不要每一次祈祷都说 什么祈祷就是一份工 有些还生气 世界和平 完全没有想 你认真一点 你想想 主耶稣 你跟祂的关系近的时候 祂的话影响着你 是不是有些很具体的 是吧 你为同样祈祷十年都没有发生 就应该转一转内容 是吧 即是同神的关系近 祂的话影响着你 祈祷的内容是会变的 内容一变 就越合神心意 你祈祷中的基率会高一点 你以前十样祈祷 十个神都不听 我有人写那些祈祷的卡 一写就写了十几年 都是同一个祈祷 我说应该如果 一旦神不听 一旦你会变变 或者今年以前 你十个祈祷 十个都不听 今年十个祈祷有两个听 那你都进步了 明年三个四个 对我来说 如果你十个祈祷有八个神都听 回应 那已经完美了 完美是没可能的 十个祈祷一定会有两个神 当我没有听过 不可能全中 八个都不错 有些十个 十个都不中 祈祷上上梦神应允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David Kinnaman 寫一本书 他以前寫一本书 叫做You Lost Me 寫的是The Younger Generation 为什么离开教会 他近期寫了一本书 叫做The Faith for Exile Exile 说的是 离开教会的年轻人 有很多不同的 有Nomad 有牧民族 他们不承认一间教会 他会招待在教会 这叫属灵的有牧民族 有Pradical Son 以前信过主 现在决定 我要离家出走 再也不承认信仰 也有Habitual Church Goer 聚会基督徒 另外一种叫Exile Exile 意思是放逐基督徒 就像丹尔尼一样 他不是在一个 comfort zone 长大 他是基督徒 但是他希望他的信仰生活 是和世界接轨的 他希望是一个二邦的世界 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这叫Exile 他说栽培一群 Exile 基督徒的年轻基督徒 在他们的公司 在一个这么复杂的社会 依然活得出有感染力的信仰 到底如何栽培呢? 他做了很多研究 其中第一个 他说他说五点 五种方式去建立这种信仰 他说第一个就是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他说如果你的信仰 只是停留在正统的神学思想 但是你和基督是没有保持一个 常常在他里面的关系 你的信仰是永远都不稳的 小小挑战你就会失去 所以你的信仰有多坚固 是取决于你是否常常在主里面 常常在主里面 其中一种让你去建立的 就是祈祷常常蒙神随听 你就觉得和神很亲密 所以祈祷神回应 不是一件健康的事 不要长期让自己停留在祈祷 没有蒙神回应的这种方式当中 这样你会慢慢 一慢慢耐了 你就会变成老油条 因为你又学了很多 很grand的祈祷词 一开口就背诗篇 背了十年 没有一样祈祷神厅 你找来搞 但是别人又觉得你很熟灵 搞着搞着就变成老油条 我鼓励大家不要让自己 停留在那种状态中 常常祈祷蒙应 因为主耶稣这个是应许 祂不断说 你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就影响着你 你祈祷是什么 神会成就的 假设神是会听的 所以应该按照圣经教的方式 去过祈祷的生活 不是我们说得很好听 永远都得不着回应 Cave Dinavan在书上 也举了一个例子 他问他的女儿 他就很憎恨他的女儿 他就一直都祈祷 他女儿不要选UC Berkley 结果他女儿选了UC Berkley 他觉得很liberal 很害怕他的女儿 大了会不会离开信仰 后来感谢神 他的女儿的信仰都挺坚固 他说去过Berkley 仍有影响力 仍有影响力 仍会回到教会 服侍神 他回忆到小时候 八岁的时候 Bad time 他们有Bad time的时间 有时跟女儿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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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他问他的女儿 Do you believe in Jesus? 他女儿说 Yes, I do 接着他问他 你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呢? 那女儿这样回答 他说 你记不记得第一次 他说我们在Bad time的时候 会有一件事祈祷 他说我们一起祈祷 哪个家庭 我们可以有机会邀请他回小组 他说我们那晚做完祈祷 第二天 我们整家就去到Costco 刚好就遇见那个人 接着他说 Daddy 你就有机会和他聊天 邀请他回小组 他说 那一刻是我第一次觉得主耶稣很真实 他原来是听祈祷的 他说那一刻我心里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相信他 其实信仰很简单 信仰就是你和一位活的神去沟通 他听 你就很亲密 这个信仰就变成一个活的信仰 活的信仰才可以在一个很复杂的社会 即使去到Berkeley 我们的下一代 都仍然可以survive through it 仍然有一个感染力 但如果信仰是形式化 祈祷永远都得不住 你会觉得很无聊 你也不会认真 所以常在神的祈祷 不是只是祈祷那么简单 而是如果你的祈祷是得不住应允 你可能需要回到主那里 我需要给你的话影响 是否要改变一个祈祷的方式 改变一些内容 是否我经常想得太肤浅 我经常说 为什麽祈祷是一份工 为一份工是什麽呢 是否在一份工里 你应该和谁建立一些关系 传一下福音 或者改变一下工作态度 可能神有些事情提醒你 你为这件事祈祷 神会回应呢 其实我在过往几年 和主耶稣的关系 每次都定了高 我希望每一年和他关系好些 其中一件事衡量的指标 就是你经不经常祈祷 会觉得被应允 有时不是一些惊天动地的事 有时只是很少的事 但这些事经常发生 你就发觉很亲密 我和你分享最近发生的事 前几天 我在芝加哥飞回来 我买了AA的机票 你回来的时候 他就突然和我转了UA 他什麽都没有和我说 就是发送个text message 就是你的机器改成UA 然后就回来 我一向不太喜欢UA 我AA好些 突然转了我的机器 那就可以了 但是UA才发觉 原来他的政策和AA不同 AA是可以让你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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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他就说又要困你的钱 我两个包 需要你一个我一个 三十元美金一个 所以突然被困到六十元美金 那就很生气 那些人的态度又不好 那一天 新年 我又不想发脾气 但那天真的发脾气 整个在机场 terminal 我一直在心里面 一直在心里面 一直在罵 不断诅咒这家公司 看你什么时候倒闭 unethical 常常都困钱 然后就很生气 我刚才打算进去 好好找一间好的餐厅 吃一餐 然后飞回来 然后进去又没有胃口 然后又走来走去 又没有情绪 然后搞到巴黎很大的情绪 那一刻 主耶稣的话就出来 就说 诶 上在我里面的结果子 我又知道 现在没有什么胃 我经常想咀嚼 很看不顺眼 那什么事 就是 你脑里面 立刻会想起 主耶稣的话 接着你就回去了 主耶稣 现在是时候跟你见证 再证一证 不然 我真的 我不想在这种情绪之下 我立刻和主耶稣 聊聊聊聊聊 我跟主耶稣宣 说主耶稣说 这个公司实际 真的很不够 就是 你什么时候放火 消死 然后跟他聊聊 你发觉聊了十分钟 很奇妙 你跟亲近主耶稣十分钟之后 一奇怪 那些情绪就慢慢 逐渐就没有了 那你人就比较平静 平静一点 就有胃口吃东西 吃了东西 就上机 上机 那心情好一点 就静下来 我一坐下静下来 后边的人开始说话 我就听到他说话 因为你静下来 就听到他说话 现在说得很大声 后边的人说什么呢 原来他跟我一样 就买了AA的机票 转去UA 他就说他的经历 他说我刚刚知道 其实UA的机票是其他地方转来的 他说转到来之后 他停在机上 他说怎么知道他飞机 原来是油缸流油 他加了油之后又流 他说他在飞机上面 被困了超过半个小时 大家都发脾气 最后被逼转到UA 他说他过了所有的急事 他又很生气 我一听到那一刻 我才明白 原来这个是祝福 神仰我不用通过那些急事 就是上了机器 关了半个小时 原来是油缸流油 我就直接收了个文章 转去UA 直接上就算了 那一刻就不仅是平静 而是你开始有些爱出来 你要懂得为后边的人祈祷 他很生气 也为公司祈祷 希望这个AA机没有事 从不断的咀咒 到不得了 到平静 到开始有些爱出来 可以为他们祝福祈祷 前后大概半个小时 短短半个小时 让你重新经历这句话的真实 你常在我里面 我就常在你里面 你就能够结束爱的果子 这是很小的事 但有时跟神的关系 未必是轰轰烈烈的爱情 而是日常生活 柴米油盐 一些琐碎的事 经历到他的回应 那种的亲密 也是很开心的 新年是否第一日 能够梦神祈祷应运 立即让你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神安慰了你 你就发觉 开始有些爱心出来 你都发觉 主耶稣这个promise很真 主耶稣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你只要想亲近我 我是一定常在你里面 只不过是你常常离开我 你任何时候回来 你会发觉 自然的爱心就出回来 那些的anger就会消失了 这个是非常真实 所以希望新的一年 你都定了目标 我常常提醒自己 当我很惹怒的时候 对身边的人有没有什么爱 开始恨出回来 很憎恨 那些不搖树 各种东西出来的时候 就不用逼自己去爱 而逼自己 现在是时候回来 亲近主耶稣 我们聊聊天 我们想回他的话 那个power 爱的果子 渐渐就会出来 你发觉2020年过完 我希望你能够 有更多的爱的果子 神又因此得了更大的荣耀 最后一个就是 常在基督的爱里面 他说我爱你们 十五章九节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 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爱女 正如我遵守你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爱女 常在主耶稣里面 就表示你常在他的爱里面 不是常在你的爱里面 是他的爱里面 因为他爱了你 你才可以有机会 爱身边的人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我想给大家一些鼓励 这篇文章说的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有时的人就是 我们将太多对爱的期待 expectation 放在身边的人身上 压到身边的人很累 他说年纪大了 作者说 我才体会到人与人之间 其实 真正相处 能够长期相处 能够给予相爱 就是尽量把爱的 expectation 放低一些 让对方不要那么累 太累了 很难走得远 他举了很多的例子 他说年轻的时候 跟他学长一起搭飞机 学长交了女朋友 飞机要起飞 两个要分开 他们两个就像糖枝豆 走两步抱一下 走三步抱抱一下 然后又 然后 来到这个端端之前 就要剩下半个小时 轻轻饿饿 然后他看到有点反胃 然后又觉得 他们两个很痴情 然后终于分开 然后他觉得 你们两个真的相爱 很痴情 谁知道上到飞机 他的学长突然 长叹一口气 真的很累 有时候我们觉得 爱应该是这样 但这种爱是很累的 很快他们就分手 累的爱 很难能够走得长远 他说原来长期相处 就学会如何将爱的包袱 为对方减轻一点 不要预期别人爱你很多 我预期一定要这样对我 一定要这样 多点买花 每天要跟我聊三个小时 这些偶然一次 可以 但长期相处 要令对方很累 但他说 偏偏 神的爱 才是爱的源头 我们对神的爱 的预期 也没有增加过 我们对神的预期 是顺主经历 神的小小的爱 我们就停在这里 永远都停在这里 足够了 足够了 我们对人的爱的预期 是这么大的 永远压在人身上 但被压的人 根本没有能力 他说 可否相反呢 将你对爱的期待 放在神的身上 然后对人爱的期待 降低 让他舒服 他说 人年纪大了 两个人相处 不是爱不爱 是最重要的 让大家舒服 让大家不累 才可以走得开心 如果年轻一点 就好了 不用跟他老婆吵了几十年 他说 我早点懂得这个 早点将预期降低 有时父母对孩子的预期很高 我也说 不耐劳 当孝顺 说低一点 那就很简单 其实真正爱的源头是神 神也是我才是爱的源头 我才是活的水井 有时我们在活的水井 从来都不打水喝 偏偏喜欢找一口枯井 天天在那里打水 每一次打上来 都是一堆尘土 你又失望 你又不改变 换一口井 好吗 从今天开始 你有被爱的需要 来到神面前 我希望 我尝在你的爱里面 我爱里面很多 得不着满足的 但是我2020年 希望我多些 经历到你的爱 然后我少些 将被爱的重担 放在我身边的人身上 我减轻它 算了 我不希望你对我如何 反而我有了你的爱之后 我去爱它 不要坐在那里等人爱你 而是你回到神那里 我希望神你每天都爱 我爱多些 我想你 我对爱的需求 然后我回到你 去爱身边的人 转一个方向 那你和身边的人的关系 会好很多 大家都舒服些 如果不是那个重担 压到他又累 你又累 你又失望 他又累 他又对你失望 他自己又累 大家来到神 这个爱的水井 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五段婚姻 都是在枯井里面 主耶稣说 我才是那个活的水井 饮我 饮我可以 fulfill你 然后你就有爱 所以2020定了一个目标 常常与主 保持亲近的关系 常在他的话语里面 常在他祈祷里面 经常活在他的爱里面 转一个方向 人的爱是很少的 永远让你失望 你越早能够 将对人的爱 expectation 放下 你就越早享受 越早转个水井 就越早满足 就不要说 不要到头来说很惨 这个是明智的做法 2020希望转一个方向 今年 记住很多果子 我们一起祈祷 天上福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恩典的缘故 让我们 给我们何等大的应许 让我们可以常常在你里面 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 有时人生没有果子 原来是因为我们 常常都与你很疏远 我们不在你的话里面 也不在你的祈祷里面 也不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凭自己的能力 凭自己的努力 去行走 有时觉得真的很累 见不出果子之余 自己又 搞到身边的人都很累 帮助我们 2020的一个方向 将我们对爱的需求 重新放在你里面 因为你才是爱的源头 爱的口活的水井 让我们不断有活水 从我们里面 能够涌流出来 有爱身边的人的能力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记得出果子 而是因为 与你 活在你里面的时候 我们才有机会 能够让我们的爱心 渐渐增长 越来越懂得 爱身边的人 或者跨越我们爱的range 去爱一些不同民族的人 帮助我们2020 希望这个目标 我们一起努力 希望我们都能够 完成这个目标 我们今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明求 Amen